喂,有嗎? 大家好,我是白輻射影像的創辦人兼導演兼除了會計外很多事情 工作室其實就是這樣,對我來講我其實很喜歡這樣的身份 我的名字叫Rex,剛才已經有介紹過了 熟的人會叫我瑞瑞,看能不能講 然後主要是,其實我非常驚訝 今天在座的全部就是大學跟田字院,還有學測 請問在座的人是30歲以上的嗎? 好歹,你就不用了,這樣我會很難過 其實我今天已經31歲了,所以我覺得會想要來這邊聽 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比如說差了8歲甚至10歲的話 那你們的觀點會是什麼? 那其實,我現在弄好緊張喔,被你弄得很緊張 今天,對今天知道說要來這邊分享的時候 就是我想說我要分享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後來就思考說 那就來講說,假如說人生是一個公式的話 你想要放什麼進去這個等號 就是說你想怎麼樣創作你這個公式 那就是可能一開始還是介紹一下我們工作室之前的作品 就是我們最近前一陣子幫文化局跟設計製作計畫做的宣傳片 那其實它重點是說,其實就是公共性的影像 是不是比較有可能是幽默的或者是搞笑的方式去 有可能這樣的可能啦,因為可能是城市裡面有太多東西 我們已經熟悉,可是就會忽視,因為你已經太過熟悉了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計畫其實從4月一開始我們是先自發性的做了插畫 跟插畫家合作以外,接下來我們工作室慢慢把它變成角色 然後去看他是要胖還是瘦啊,然後最後也為每個角色設計了一些故事 那這個是動畫裡面的樣子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到底是用3D做還是2D做 那就是,我這邊就是真人版會這樣,所以太真實就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做2D2D的樣子 然後包括像我們去年,之前幫蔡文總統後選人他競選的時候 狀態主事決,那時候設計是鄭妮永貞 然後跟永貞是第二次合作,因為在金曲25的時候我就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還有之前是慢慢的我們的作品 其實我們作品一直以來都希望說把設計當成是一個工具 可是去加上什麼,所以像我們那時候是跟策展公司 我們跟很多策展公司一起合作,所以像雜學校也是之後我們一起合作 那還有像那時候做了城市設計展的宣傳動畫 然後在裡面塞了一些故事 然後跟今年的一些計畫是關於台灣Redesign 就是你知道你平常看到一些街景是不是有些可能性 做了一些片頭以外,我們最後也做了一個台灣護照的可能的提案 從封面到主事決,還有甚至有錯我們都做了 還有防偽設計 然後所以我們都是可能會 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是影像的力量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影片是除了看完以後 按下叉叉,或者是按下一個讚之後 還能夠被延續的 它可不可以是在真實的空間中存在 或者它是一個行動的一部分呢 那其實影片其實就是個媒體 我們可以透過媒體傳達一些我們在乎的事情 那讓大家看到以後你會討論 但是好的那種討論而不是說做的醜 那再來是讓影像變成是社會參與的一部分 那我再來是要先講一下說 我覺得我這個等式裡面 我可能有一些階段性的經歷 那也蠻想跟大家分享 那主要是從非本科的覺醒 其實我覺得很像是剛剛RG說的就是說 你沒有相關經驗不是個藉口 其實我覺得重點是你的態度 我其實蠻喜歡剛才那句 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講 就是我在學秋學的時候其實我是子宮的 那我是把握我每個看得到的資訊 然後其實那時候是很多教學是很少的 幾乎都是要看英文 那又回到說台灣國內報導也很少 所以可能哪怕是一本雜誌的專訪 我可能都會很認真的去看 甚至就是還做了很蠢的事情就是 這個是當時的Facebook你們都沒看過吧 更何況你們現在可能是可以透過Facebook 跟你們在乎的一些組織 或是你們直接可能是有connection 可是我們可能是沒有的 我們可能是必須去 他有一個講座 我可能要去聽或什麼 才有辦法了解一些事情 那時候是 像我們那時候是看了一本雜誌 那時候對我特別有感覺 就是我很在乎的事情 然後那是我第一間公司的老闆 我還特別去聽他演講 然後那是當時 我們那時候是比較蜂名的動畫的風格 就木偶人 我可能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們現在都比較知道的是motion graphic 然後今天知道說要分享過去的一些東西 這是我第一份作品 其實非常的醜 可是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做完這個作品以後 因為那時候是學校的作業 就從這本科我考到學校之後 然後再做一些作品 然後就是 可是這樣子 然後也順利的 讓我很幸運的拿到這一份工作 才念一年的學校 然後就 那其實我在這邊我想要分享一句話 是傅天宇導演 就是我很敬仰的一個導演 他之前電影裡面有說過一句話 他說他發現很多 他發現很多藝術家 他們其實都是在小鎮生長 然後他們從小就在 就聽著很多遠方回來的人 分享遠方的故事 所以他們會很把握 他們會很想把握到遠方 然後成就些什麼 就像其實有點像反應就是說 好像你不是相關背景 所以你很珍惜每一個得到的資源 然後你甚至想要去主動追尋這樣子 所以通常等於說 資源越少的時候 你的感受力是越強 你越想要把握出 其實我在那時候 最想要分享的一個點 那這個是第一份工作 我覺得第一份工作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他其實會幫你定向 就是說他除了給你很好的 對業界的認知以外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 尤其設計很容易 你是可以自己開工作室的 可是只要說你們有些 受過一些比較大的 其實對我來講 那就是一個教育訓練的話 其實你會對業界 有一些錯誤的認知 那其實你有一份很好的第一份工作 它可以讓你知道 怎麼樣跟優秀的人合作 怎麼樣 那因為有些作品 特別是需要團隊 才有辦法做起來的 你可能人少 其實力量是很有限的 那第一份工作 其實也 它其實在某方面來講 它是可能單一種風格 或單一個議題 可是它讓你做很多次 你對細節的要求 是慢慢會被累積的 那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台灣以前叫JL的 然後我大概四年 那時候我的作品就包括了 你是你也有 然後這都是公司作品 所以我其實目前 以前公司的作品 我平常是不太會拿出來的 還有像央視 那時候也做了 TEDES的2012的片頭 挖掛像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 比較像是合成師 就是做完動畫以後 要做得像 要合成出來 所以這大概是我那時候的作品 然後四年之後 我去了我另外一間公司 第二間公司是在仙草 那仙草其實是做影像跟MV 跟廣告比較多的 那對我來講 第二份工作 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 我才可能剛進去 不久之後 他就老闆導演 那時候的導演 就直接把我丟到上海 讓我直接去片場 在拍攝片場 直接去對來自香港的導演 攝影師 就是其實對我來講很殘酷 那時候其實很殘酷 所以 可是那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最急劇成長的時候 就是公司還有其他同仁 那我變成是特效者 lead 我必須在現場 直接做一些決定 假如說沒有辦法做好 這個決定 我們可能後期 就會做得非常辛苦 這樣子 然後同時也去了上海交片 也讓我知道說 還有國外的一些工作經驗 那這是我 那時候還在公司 快要走之前的一些案子 包括像Joling的兩支MV 還有I'm not yours 還有 從以前很做很氣質的 到後來做一些比較特效的 然後包括像一些 戰爭的畫面 也都有做這樣子 那時候在片場 那就是我 我們就是從 天還沒亮 拍到天黑 然後還有打燈 營造出很像是 HMI嗎 嗨 有嗎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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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點尷尬 我會一直拍就 有這個有什麼 對 還是我哪有的 反正就是 然後這是在片場 那其實對我來講 片場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會感受到一個作品 假如沒有 就是任何現場少了一個人 這個作品可能就沒有辦法完成了 假如沒有燈光師 你就拍不出像白天的樣子 然後下去就是 再度領執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啦 那時候 到每間公司 跟離開每間公司 你都會得到一些什麼 跟你也知道 你接下去想要得到什麼 那那時候 開始會變成是 我可以開始考慮說 是要留在台灣 還是要 就是 還是就是出國工作 對 那那時候 後來我決定是留在台灣 那同時我也希望說 那我自己開的工作室 我必須要能夠改善一些 以前我覺得 為什麼好像做動畫會比較累呢 還是說 有沒有可能做得更有趣一點 然後也做自己喜歡的風格 所以 這當然是我最近的 最近的狀態 我覺得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就是野狗跟猴子 還有野雞 其實就是淘太郎的狀態 就是說他們 像是 現在的身份就是說 我會在一路上 收集到很多夥伴 他們可能是我的員工 也有可能是我的合作夥伴 然後我會聽到很多故事 有時候是客戶的故事 有時候可能是 就像今天在座 聽到很多不同觀點 不同年齡層的一些 一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最近的寫照比較像這樣 就是我不停在收集 不停在接收這樣子 只是可能沒有長得那麼瀟灑就對了 對 所以這下去會面臨就是說 我想要成為一個giver 就是說 因為會發現一些斷層啦 就是 比較me level的人才 其實會是 會有各自的打算 那 再加上好像有時候會看見 當初的自己 就是那種好像資源很少 是不是有辦法可以多給一些 所以變得是 後來在學校 台課也在教課 然後還有 我們有一些自發性的計畫 都是在 就是希望可以從設計教育 給一些 就是 他之前有一個廣告 104的廣告 他說 這是可以幫助別人的啦 不是只是拿來賺錢用的 那 我在這些階段 我得到的感受是說 路是不會擺走的 因為你 你因為到這一邊 一定是你有前面那幾步路 你才有辦法到這邊的 你不會可能從那邊 就跳到這邊 那 所以 包括像從我一開始 飛本科的背景 然後好像有點覺醒 其實你們都已經到了 覺醒之後的階段 因為當你沒有覺醒 你是不知道 你想要 你知道還有別的選擇 那你們今天在座 都是因為你們知道 有別的選擇 你們想要聽聽看 所以其實你們都已經 比我幸運很多了這樣 然後包括就是 跟每間公司的合作 跟分離 然後到現在是 跟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合作 然後我要做出自己的作品 那這個就是之前那個 李宗盛 New Business也廣告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可是它很長的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講說路是不會擺走的 那 對我來講 我的公司會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尋找 你要自己 你有一個core的核心 假如說你把人 你這輩子 你想要做的事情 分成這樣子好了 紅色是你擅長的 你做很快的 綠色是你喜歡的 就是你很開心做 那它們中間的就是熱情 你又喜歡做 你做的也很快 那再來就是說 你喜歡做 跟你用來可以賺錢的呢 它反而是你的努力方向 因為你喜歡做 可是你有可能做得不夠快 或不夠熟 所以你必須要讓這方面更加強 那你又擅長 你又做得快的 你又能夠拿來賺錢 這就是你的專業 那這三件事情的交集 重點就是這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核心會是什麼 那甚至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階段 甚至還可以加入一個環 是說這個世界需要的 就說這個世界需要的 然後你也很擅長 你也可以拿來就是謀生的 那會是什麼 那最後 最後我會分享這個是 我很喜歡的那個導演 叫烏蝶耶倫 他每一年都拍部片 拍到他最近 左邊都變成阿伯了 都還在拍 那他之前的一部電影是 去年的一部電影是 那個 《絕勝點》 《你還失控點》 我忘記了 然後那個主角 他說 《Prince Phonics》他說的 他說 他的意思大概是說 他覺得他想要做為一個 他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他不想再當一個 只能坐在那邊 理性思考的學者 所以意思是說 就像剛才那個核心好了 假如說你還在找 如果找不到 那一部就創造它 有可能是創業也好 有可能是你在持續的 尋找這個核心 謝謝